大家好我是大雷 今天大雷帶大家去看一下癞蛤蟆跟林蛙是有什麼區別 以前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在教科書上看過 今天咱現實實看一看 在我們這兒有一些養蛙人 他會在一些山邊地邊挖一些大坑 這些大坑呢我們也管他叫蛤蟆池的 這個就是 哎呀這有兩個 水鴨子 飛走了 好可惜呀 兩個水鴨子沒拍著 呀有什麼鳥 又一對 兩對也鴨子了 好 這一腳太空了 歇勢了 好了 好吧 繼續 這好像是個天然的小水泡 不是人工具 哎呀這水泡都這麼美了 太陽 這個就是剛下的蛤蟆指 看這個好玩嗎 軟軟的 給它往深點兒扔嘛 這一個小卵就是一個蛤蟆 這個就是快孵化出來了 已經有點露點尾巴了 這一大攤都是 這一大攤都是 像這個卵是淋蛙的 這個淋蛙呢在我們這邊藥用價值特別高 一般又叫雪蛤 是我們這邊特有的 非常的值錢的一個 特別是它那個產那個雪蛤油 這個是一種名貴的中藥材 常吃蛤蟆油的人呢 身體非常的好 有強身健體的功效 這別的作用特別多 我又記不下來了 市面上好幾百塊錢好像是一兩 按兩算的 那蛤蟆給大家看看 這誰顧你看看這個蛤蟆池啊 我不看 啊你不看 那你在這兒等啥呢 我昨天躺在地兒有點淺 我說的淺他不聽 完了我早就看了 行那走了嘞 現在上下一個地方去 領大家看看癩蛤蟆的籽 跟淋蛙籽的區別 走了 黃皮子 這鑽洞裡了啊 應該是 鑽這個洞裡了 這個一般比較 說到比較多啊 撤退 不招惹得好 完了 這有蛤蟆籽乾死了 這個就是 它下的籽太淺了 這乾枯了 然後 它籽就在這點兒留住 被塞死了 看到這一片都是 但是有個 七八灘籽 像這個馬上也快死了 啊 給它 弄到池子裡 能活多少算多少 這一攤就等下 好幾十好幾百隻啊 這還有點兒 這還有一攤 這不下雨 一天吧 基本就在死絕了 這個就是靈蛙 扛了嗎 這個就是靈蛙 这个样子 旁边这个是癞蛤蟆 这个还配对的 听着叫声 这不是乱搞吗 呵呵 连玩跟那个癞蛤蟆配上了 这个跑的里多一些 三对 四个 五个六个 还有应该没得出招 这个就是癞蛤蟆的籽 是这种长条形的 看到没 在泡的里头就像一成串的 像这个蛤蟆下面那个是母的 上面这个是公的 上面这个公的会用两个钱币 抱住那个母蛤蟆的胸部位置 往下挤 一点点把这个卵就排出来了 然后这个癞蛤蟆的皮 也是一味中药 作用还挺多呢 有抗癌的作用 但制造人好像比较少吧 还有一点 这个铃蛤蟆在行进的时候 是跳的 那个蟾蟲呢 是爬的居多 跳的时候特别少 你要留心观察的话 会发现它俩这个区别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大家关注 谢谢